老欢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化问题 第一个话我说 这个叶子这种状态是得病了吗 这不是得病了 这就是属于一个正常 你们那边的温度又不达到它落叶 一般月季花呢 就在五度以下 或者是经历过霜冻它才会落叶 你们那边可能温度也不够不够低 然后它没有落叶 就是属于那种深秋的一个状态 这种呢都在我们行业里面统称为秋色 不光是月季 像一些绣球 还有一些长树花等等一系列的 都会出现这种变色的问题 好吧 这个是属于很正常的 下个臭宝说 我这俩海鱼从冬天到现在越来越不行了 叶子只剩下一根感觉是不是要死了 请问怎么办 这个就是气温低 气温低 然后另外一个海鱼呢 你这个普遍的都有一些缺水啊 宝 你可能就是养化处在第二个阶段了 第一个阶段呢 是也不知道浇多少 没事天天就浇 你在第二个阶段呢 知道浇水多了以后 那给你现在都有点不敢浇了 有点缺水 而导致的叶子有些发黄了啊 该浇点水的浇点水啊 像这种东西呢 喜欢空气湿度高一点 你可以给他造个小蓬蓬之类的 然后呢该施肥的也要施肥 下个臭宝说老花一尾 我谢尔兰满头花豹现在都消包了 日照四个是坐标是广东 广东那边比较热啊 消包了就消包了吧 他现在这个状态挺好的 他会慢慢的在涨的 注意自己的浇水 他不喜欢过热 广东就是有点偏热可能是 好吧 不喜欢强光的一个猛晒 这种就先养着吧 这很正常啊 在你那儿掉花苞什么的 不可能家里边的空气那么润 空气要润 环境要润 它长得才够哇塞 像我们棚里边 我那一棵的话 估计能开 你这一个在家里边的 肯定就达不到那种了 啊不你好 帮我看看这个树咋的了 20年了 两年 前两年给它换了土 它树叶就开始这样泛黄了 这个就是长时间的不修剪 不施肥 不打理 而导致的营养不良 好吗 你像养树 你家里边养一些盆景 它年年都得修剪 你要把一些旧的剪掉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这样的话 才能长得更好 老花一 我的茉莉花开桌后 叶子都掉了 应该留下来还是怎么着 再买吧 这个没啥意思了 估计 你要是说舍不得扔呢 你就等到15度以上 你就放到室外 给它正常晒太阳养的 你看兔宝 你家里边温度那么低 你就换个品种吧 你养一些耐寒的 你像月季花这些个 像说老花你好 今天一只月季白色蜂膜 蹭不掉整个植树这样 怎么怎么的 就一根吗 就一根你就给它剪了吧 就一根给它剪掉就行了吧 就其他的好好的就行了 好吗 这种情况我看的不是很清晰 这种应该是被夜满之类的 或者红植树之类的吃过的样子 也不排除得一些个病害啊 别的没啥了 现在养荒问题比较简单 简单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养荒问题呢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荒最容易 完了